- 主要可以連打過旗路賽? - 主要是我在這個下半部線打出優式 我有地圖的下半部打出優式 然後開始滾零這個塔 那Mission就是抗壓 一直抗著 因為反正他要贏這個Nexus其實也算是比較困難 相反的兩邊上路這邊交火的話 Winner直接過來要來直接拿到個First Blood 很常我很想要做事很想要做事 但是每一次蹲點總是蹲不到對方 或者是沒有一個更好的機會 這一次的話是Suzuki配合著Pony過來 那個不明的這個Cover 這邊還要再一次喔 側邊過來的話Winner這一次蹲的位置就有點危險 因為Suzuki已經過來做支援了 Tiger加速過來要來抓這隻螳螂 哇 沿著牆壁成功的拉到對方以後 這顆人頭是有Nexus抽出口袋裡面啦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對方理性在哪裡 就覺得剛剛Suzuki有積極的 這個從上路飛到下路的這個 從包裹過來了 不過是直接被對方給握住 他是直接踩在那個包裹的火焰上面被燙死啦 而且另外一方面的話Walko也是被Mars給收掉了 其實這個combo 我怎麼覺得還蠻厲害的 這個溝通做得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Rufer的部分這邊過來 他是直接踩在上面綁啊 所以就他有一個朝堂 然後是跟我這邊是直接閃現過來接近的 那Win也是支援的很快 對 這邊的話就是一定要逼你這個上塔 而且這邊的話是有綁到對方 Suzuki是直接被對方給帶走了 持續上前這個反射熊後開啟以後 直接被大腳一踹給踢開了 這邊小小失誤 但這個轉的話其實就轉的蠻漂亮 那Mission這邊是選擇船上去收那波兵 兩邊的上路有可能會在這邊狹路相攻 而且他剛剛在拿中路的外塔那個時候 其實Suzuki也是往前走就是 哇 直接閃現過來 多連鎖綁到以後拉過來以後 這邊直接用Q在收掉對方的人頭 Mission直接上前 不過被對方給踢開了 好險Win也從側邊跳進來 是收掉了對方的Wako 而且後續的話 這隻螳螂還是被達瑞斯給拿下了 再繼續上前下來抓Mission Mission被留了下來 Q命中以後最後再躲一個 哇 閃掉了 哇 對 反而是Mars在比較前面很早的地方 就會被綁住以後 我們這邊Wako直接硬開 之後在Mars這個位置基本上可以到 那我們可以看到 Chinster這個位置其實蠻漂亮的 他一卷是捲掉了交閃現的Snow 然後再追著Unified 把他逼出了這個戰場之外 那另外一邊的話 因為Mars本來就先到了嘛 所以 Fireball另外一邊就是 完全人數劣勢在打 哇 這邊好險有拉到 一拉下來以後後續的人頭才可以入袋 這邊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尷尬 來 第一次被Mission閃掉 第二次被需要一個好的TP的眼位 但是Nexus在這個位置就很危險哦 Fireball是動員了兩個人一起來夾擊他 哇 他在往前走的時候還不斷被自己的小兵卡啊 這邊的話其實 我覺得 追的有點太久了 這個時候一直持續追的話 感覺差距是不是有機會可以來動動看那條巴龍呢 喔 現在才要開始打 差距 Nexus一個人對抗兩個人 1400位的血量也沒有消耗到多少哦 這邊還是 雙拳難敵四手啊 直接被對方給灌倒了 可能在這個機票過後會跟進 就是我覺得做的其實算比較不斷 哇 這邊的話又抓到了對方Suki的位置 Suki也是二話不說 直接下去閃現逃脫哦 我開局 暴凱的後面來 這邊是綁到了對方的Tunes 而且開啟了驚人 可以稍微拖緩時間 但是還是被對方的大絕給彈了起來 但是後續的人員交換上面的話 Tunes在倒下之前是有帶走對方的加羅的 持續在前面對戰的Nexus還有還不錯的血線哦 但是在隊友們從左下方撤退的情況下面 哇 還是被集火致死了 Unify收下了達瑞斯的人頭 而且還不給對方活路 秩序上前做追擊 拿掉了UWAKO的人頭 我覺得這一波打的其實就是我們剛講的 呃 應該說就是任何一個 比方說是Nexus或是Mission 他們只要出現在對方後面的 這個陣容的後面都可以起到一個可能的效果 剛剛的話Mission是徒步從側邊切到 那個查局的這個陣容裡面 直接控制對方 我覺得算是 這個開戰算是開的蠻好的 就是是一個冒凱會非常喜歡的一個開戰方式 對 驚子在死前的時候還是硬是帶走對方的加羅哦 但是等於你在整個會戰裡面 沒辦法起到太多的效果 上半步的話Mars在一直騷擾著Pony Pony交出閃現以後血量很殘 沒辦法來偷這條巴龍 反而還要擔心自己的性命被對方給取走 我覺得Mars做得非常好 就是他完全不讓你靠近巴龍斯 就是一直追著你跑 就是他的血線其實 兩邊的血線剛應該都是伴助的 那他就不斷的追著他打追著他打 就不要讓他靠近巴龍斯 我覺得這個做得非常好 這邊的話就是Mission直接徒步 閃現過來吧 對 因為是他走自己家的一個草統 所以他比 我覺得他比Nexus快非常非常多到戰場 那這邊的話比較可惜 是Chinx的位置被逼到了一個 他一定要開近人的地方 所以導致說他出現了一個位置非常差 他大概只捲到一個人 雖然有換到 可是其實Skull那時候已經把他所有技能都交掉了 所以那個時間點 他就算換到他的話 其實也是非常賺的 對於Skull來講其實很賺的 所以這邊倒下沒有什麼差別 那後續我覺得這邊Variable打得非常殘暴 剛剛Win的是交閃 W硬流 然後把Walker收掉 選擇把經濟讓給的球女來拿 對 他們這邊如果這樣換的話 對 這樣的話會不會來不及防守呢 應該 欸 我覺得他們其實有機會可以嘗試看看 就是蹲一個要來熟識眼的 或是直接去吃了 因為 對 其實已經待了太久了 這邊是絕對來不及了 而且直接有炸彈包裹以後 Mars的燃燒傷害可以再讓吃巴龍速度更快一點 這邊是直接拿走這條巴龍 哇 這個是非常大的轉線的失誤 Nexus再被對方激活給帶走 達瑞斯又比較慢的 在過去以後想要 能不能騷擾對方看他的情況下面 送掉自己的人頭的情況下面 這條遠古巨龍也是守不住的 完全不開啊 不開的情況下的話 要全部的兵力都被拔走了 哇 這個是正面走過來 拉了以後再往回走 哇 Chinks被綁到 這個意圖是不是就不太好 反而是Chinks被綁到的情況下面的話 這邊又是被動物給帶走了 後續的話就是由庫琴來拿一個Double Kill 持續上前 只剩下Wako跟Pony成功逃脫 那這場遊戲看起來就沒辦法了 哇 Wako剛剛這個嘗試其實蠻漂亮的 Romars反應也很快 他直接W飛走 哇 在跳上前 為了直接一個孤獨的恐懼 讓你直接倒在原地 第二座瞞牙也拔掉我們 恭喜Fireball 在這場比賽 贏下了整個BO3的系列賽事喔